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害羞的事 直译过来就是无理 是指不寻理法 没有礼貌 不过居然有很多人即使对他人做出害羞的事 也不在意 尤其对亲密无间的人更是如此 因为亲密无间随意地对待 会很容易出现有失礼貌的行动 没礼貌的言行不但会使对方产生不快的感觉 甚至会伤害对方 还有口口声声称信神爱神的人当中 有些人的言行却与爱神的表现相差甚远 然而若真正有爱 就绝不会贸然做失礼的事 假如你拥有一颗非常昂贵又美丽的宝石 会随意保管吗 生怕会碰碎损坏或弄丢 会小心翼翼地谨慎保管它 宝盒也会尽可能买最贵的 把宝石装进那非常贵重的盒子里 还会预备珍贵丝绸包裹盒子 存放到隐秘处 更何况若真正爱对方 该会多么珍惜对方呢 也就是说做出害羞的事 总归是因为没有爱心的缘故 这时间具体举例说明 有关做害羞之事的事例时 希望大家都能仔细查验自己 如果发现有和大家相关的内容 希望能够欢喜领受 努力改变自己 愿众多灵魂见大家 如见主耶稣一样充满平安与喜乐 奉主圣名主耶稣大家 亲爱的各位圣徒们 做害羞的事分为两种 就是对神做害羞的事 与对人做害羞的事 那么首先来查看一下 对神做害羞事的情况 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神的 既然如此 如何才能省察自己是否在神面前 做了害羞的事呢 只要查看自己在与神相关的事上 是以什么样的心 如何去做的就可以 与神相关的事是指 现在神面前的礼拜 祷告 赞美 并涉及神的圣殿和圣物 等一切的事项 例如 礼拜时间打盹 就是在神面前 没有礼貌的行为中 典型的行为 我偶尔看到打盹的人 你们要明白 打盹是在神面前 无理行为中典型的行为 还要明白 打盹的人 即使祷告 犹法上 达到神面前 神也不会吹听 礼拜是现在神面前的 故此 礼拜时间打盹 等于是在神面前打盹 即使是在国家总统 或公司社长面前打盹 也是非常无理的行为 例如政府 召开了某个长官聚会 是那种总统也出席的聚会 假设是一场总统 以及到和高管人士 出席的会议 在这种场合 哪个军手敢在总统面前打盹呢 若是在 公司的会议上 社长 会长 以及身负要职的人来参加 谁敢打盹呢 绝不会做出如此无力的行为 更何况在万君之妖怀面前 礼当以心灵而诚实做礼拜 怎能打盹呢 或者正和恋人约会的时候 在恋人面前不停地打盹 那么对方该多么伤心呢 会觉得对方是在藐视自己 根本就不爱自己 可能还会因此而提出分手 不得不怀疑对方是否真诚地爱自己 除了打盹 在礼拜时间跟旁人窃窃私语或心不在焉 也都等于是在神面前做害羞的事 尤其离本教会较远的支声店 或通过影像做礼拜的情况 更要注意这一点 无论在哪里做礼拜 神都会注视着我们 这种行为只能说明 做礼拜的人心中 缺乏敬畏神的心和诚意 而且这不仅是对神 而且对见证话语的讲师和主持礼拜的人员 也都是无理的行为 例如在礼拜时间 有圣徒不是跟旁人说话 就是心不在焉或打盹 看到这样的情景 讲师会感到困惑 是不是我见证的话语不蒙恩典呢 也有可能失去灵感 不能在圣灵充满的状态下见证话语 这样的行为 最终还会给一同做礼拜的 所有弟兄姊妹带来损失 所以也是无理的行为 礼拜时间中途 擅自离开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例如担任礼拜程序的工人 因使命的关系不得不中途离场的情况 除此之外若没有特殊情况 应该礼拜结束之后再走动才是合一的 有些人认为好好聆听讲道就可以了 所以在礼拜结束之前就离开 要知道这是非常无理的行为 以前通过立位记讲解给大家解释过 何为神所愿纳的完整的礼拜 立位记一章六节说 那人就是祭司掌门 要剥去番祭生的皮 把番祭生切成筷子 番祭是旧约时代的祭司 也就是现今的礼拜 现番祭的时候将番祭生 即将牲畜切成筷子 全部烧在坛上 对于现今的我们来说 这意味着按照一定礼拜形式和顺序 从头到尾完全献给神 为了这样献上完整的礼拜 首先不能迟到 人与人之间不守约定时间 也是一种很大的失礼 何况在神面前迟到呢 我从初信头开始 在信仰生活过程中 从没有在礼拜时间迟到过 最晚也会在十分钟前 坐在座位上准备做礼拜 一般都是在十五分二十分之前 坐在座位上准备献上礼拜 在我记忆中 一次也没有迟到过 故神为了越南我们的礼拜 时常预先坐在宝座上等候 所以我们也不能掐着点来做礼拜 早早来到教会做悔改祷告 做好礼拜前的准备 才是对神的礼节 并且礼拜要以末祷或使徒信经开始 直到祝祷或祝祷文结束为止 所有瞬息都应该尽心献在神面前 无论赞美祷告或奉献金 还是做事项通知的时间 都应该集中精神尽心献上 尤其祷告是与神之间的对话 赞美并不只是单纯的唱歌 而是乘着内心之香 现在神面前的带来旋律的祷告 所以除了在线上固定的正式礼拜 在祷告会或赞美礼拜 区域礼拜等时间 也要常常以同样的心献在神面前 例如本集团有单一礼祷告 彻夜祷告会 没有特别的理由随意迟到 或在祷告会时间无缘无故的走动 打顿或心不灾烟的反复祷告 同样的内容这些都是无理的行为 还有伸手拍打或摇晃祷告的人 打断人家的祷告也都是无理的行为 祷告是与万君之耶和华神的对话 怎能摇晃对方打断这样神圣的对话 使其中断祷告呢 人与人之间交谈的时候 特别是与长辈或上司交谈的时候 在一旁突然插话打断 也是无理的行为 何况摇晃在神面前祷告的人 使其中断祷告是其极无理的行为 祷告的时候如果因别人再打招呼 我就睁开眼睛中断祷告也是一样的 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时候 插话或随意打断对方说话都是有失礼仪的行为 因此与神对话就是祷告的时候 更要注意的是必须要做结束祷告 除此之外 在礼拜时间使用手机 小孩子吵闹玩耍也置之不顾 也都属于无理的行为 当然在礼拜时间手机不应该开机 必须要关闭手机 与长辈或上司交谈的时候 也应当关闭手机 礼拜时间搅口香糖或吃零食也是不合一的 因为在我国这些言行有利益 所以没有人这样做 不过到国外可以看到 在礼拜时间那些年纪一大把的人 也在搅口香糖 还有跟长辈说话的时候也是搅口香糖 有的人甚至出演电视节目 接受主持人访谈的时候也搅口香糖 这在我国是无法理解的事情 但是那个国家也是同样如此 当然在他们国家也是违背礼节的事情 假如我们与神对话是搅口香糖 或者吃什么零食 大家能想象得出来吗 在无数电视观众面前能这样做吗 出席礼拜时的衣着打扮也很重要 做礼拜的人若随意穿居家服或工作服来到教会 都是有时礼节的行为 若是大家去见总统会穿什么衣服呢 会随随便便穿工作服或夹克衫去吗 可能都会穿上最好的整洁端庄的衣服前去 绝大叔多数都会穿正装 因为穿着会成为向对方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 真心信奉神的神儿女知道神是何等尊贵 所以出席礼拜的时候会穿上最整洁而端庄的衣服 当然也有例外 周三或周五 有的人从职场直接来到教会出席礼拜 为了尽可能在礼拜时间不迟到 匆匆忙忙从职场赶到教会 因来不及换上正装便穿上工作服或便服 这种情况神不会说他们无礼反而会喜悦 因为神喜悦 他们在百忙之中努力遵守礼拜时间的善举 悦纳其心灵的心香 神看重的是人的内心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只看人外表就一貌取人 论断别人 再给大家讲一个礼拜时间该遵守的礼节 那就是不能喝完酒或抽完烟参加礼拜 这也是在神面前无礼的行为 就连不信神的外邦人也都认为 去教会之前理所当然不能喝酒抽烟 我得到医治之后 马上出席教会的时候 那当时还喝酒抽烟 酒那是中毒的状态 但是 主日去教会的那一天我就忍着 我早上中午都要喝 但是忍耐了 直到结束完礼拜为止 我就忍耐 然后回到家里 再喝 当时不知道不应该喝 因为是出信徒的时候 但是也是因为良心的关系 所以去教会的那一天我就不喝 想喝也是忍着 烟也不抽 直到晚礼拜结束之后 晚上回家再喝酒 何况是信神的神的儿女该怎样做呢 若是有信仰年轮的人 你当平信心迅速离弃这些旧席才是 即便是出信者 也要竭力离弃这些旧席 这才是对神的礼仪 各位圣徒们 神愿通过礼拜和祷告 与儿女们交通 分享爱 并且礼拜和祷告 是身为神的儿女 你当要做的义务和道理 若是以心灵和诚实 献上礼拜和祷告 神会赐予我们祝福与奖赏 心灵所愿也会迅速给予机遇应允 因为神喜悦 大家由心发出的心香 当有人生病到我面前 接受祷告的时候 我就会问那人或家人 是不是问他们 是不是没有圣守主日 如果这时这样问的话 家人在旁边回答 他守完整的主日 那么我就无能为力了 不能解决问题 我里面的圣灵 明明告诉对方 没有圣守主日 但是对方却一口否定 若是果真知道 如何献上完整的主日 就不会轻易否认我的话 并不是来教会 坐在座位上 就等于献上了礼拜 神说要以心灵和诚实做礼拜 所以礼拜时间不打顿 没有杂念 聆听父神的话语 才算是献上了完整的礼拜 不过若礼拜时心不在焉 只是身子坐在圣殿 却想着怎样挣钱 或者满脑子都在想 今天有棒球决赛 回家看比赛 或者想着登山钓鱼 打高尔夫等 这样带着杂念做礼拜的人 不能算是献上了完整的礼拜 这不能算是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礼拜 也不是神愿拿的礼拜 但是家人却在旁边肯定地说 胜熟了主日 那么我就再也没话可说了 然后说 偶尔会写信过来说 唐会长 我不知不觉对您说谎了 随口回答错了 事实上只出席主日大礼拜 不参加或偶尔缺席主日晚礼拜 这样回答的人很多 这样若是这样无理的行为 一年两年继续累积 最终就会与神之间建立最强 即使夫妻间或父母和子女之间 如果在没有爱的状态 一直持续下去 最终会产生各种问题 与神之间的关系 也是一样的 与神之间若有罪强 因得不到保守 就会生病 出事故等 遭遇各种各样的患难 即便长时间祷告 心灵所愿也得不到应允 相反 若逐一纠正 对待礼拜和祷告的态度 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希望大家都能领悟这一事实 约翰福音4章24节说 神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照此愿大家都能在所有礼拜和祷告 在美丽敬拜时间 以心灵和诚实现在神面前 奉主的名 祝愿大家 亲爱的各位圣徒们 在神的圣殿做害羞的事 例如在圣殿不能发血气或大声争吵 也不能谈论个人事业或娱乐等属事的事情 随意摆弄殿中的圣物 以致碰坏 摔碎或浪费等行为也都是一样的 诗篇11章4节前半节说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照此话 圣殿是尊贵之神荣居的地方 旧约时代 平民百姓不能随意进入圣所 只有祭司长才可以进去 并且圣所里面的至圣所 也唯有大祭司才能一年进去一次 因为是分别为圣的场所 所以若是罪人进到那里就会被处死 不过如今我们承蒙主的恩典 无论是谁都可以进入圣殿献上礼拜 希伯来书10章19节说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照此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背负十架 留了宝血 所以信主的人承蒙耶稣宝血的功劳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因为耶稣留宝血 代赎了我们的罪 为我们施予如此大爱的耶稣 也没有容忍那些污称那些污称圣殿的人 耶稣看到在圣殿做买卖的人 马太福音21章13节记载 经上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道使他成为贼窝了 我们的主耶稣竟推倒 对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还拿绳子做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殿去 耶稣极其震动 那是因为这些人在地里做买卖的行为 污称了父上的圣殿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们的主耶稣也没有容忍 所以在马太福音21章13节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道使他成为贼窝了 这里说的圣殿 并不是指我们做礼拜的圣殿内部 而是指殿外的院子 因为除了祭司长以外 谁也不能进入圣殿 所以并且唯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 那么在哪里献上礼拜呢 当然是在会堂里献上礼拜 当时平民百姓无法进入神的圣殿 所以在这里是指殿外的院子 因为院子也都属于圣殿 然而神与我们的主耶稣是怎样说那些在圣殿院子里做买卖的人呢 说你们道使他成为贼窝了 虽不是在圣殿建筑内 而是在殿外的院子里 外卖现为祭物的牲畜 但是耶稣并没有容忍这些行为 再次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圣殿并不单止礼拜堂 而是包括里圣殿在内的院子和附属设施等 就是形成圣殿的所有空间 耶路撒冷圣殿一次可以容纳一百万人 因为圣殿的院子非常宽广 所以可以进入一百万人 那些人就是在那里买卖物品 并且卖的都是像神献祭用的牛羊鸽子 即便如此 我们的主耶稣也极其震怒斥责 说你们道使他成为贼窝了 大家知道了这些道理之后 绝不能在圣殿里做金钱交易 并且绝不能做那些玷污圣殿的事 从此无论在圣殿的任何角落 都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使得更加圣洁完全 祝福大家对待所有圣物 也要持定这样的心 十篇八十四篇十节记载着 在你的愿意住一日 圣死在别处住千日 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因为是神人大位 所以会说出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 这样的告白 是说比起在世上有权有利 若能为神使用 即便是做看门的 我也愿意 这句告白中蕴含着大位 爱慕神心切 以致宁可在神殿中看门 也愿意住在圣殿的诚心 这样爱神之心越浓 自然爱圣殿的心也会越强烈 所以不会在圣殿做出有失礼节的事 因此希望大家都能在与神有关联的事上 都要谨慎 慎重对待 如同对待神一样 有敬畏之心和神圣之力 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家与神的关系保持得更深厚 奉主圣明祝愿大家 亲爱的各位圣徒们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 对人做害羞之事的情况 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记载着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 就是我爱神 这句话是谎言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若也能看见的弟兄 都不能去爱 怎能爱看不到的神呢 如此对弟兄姊妹 不做害羞之事的时候 神才会认可你 我爱神的告白 是真诚的告白 就连看得见的兄弟 都无理相待的人 怎能对看不见的神 遵守礼节呢 口里告白说爱神 对兄弟姊妹 也绝不能做出无理之举 那么对弟兄姊妹 做的有诗教养知识 都有哪些呢 通常不考虑对方的立场 只求自己的利益时 会出现很多无理的行为 不仅给对方带来不愉快 甚至会使对方在时间或物质上受损 例如打电话的时候 也有该遵守的礼节 只考虑自己的立场 在深更半夜给人打电话 或者在给忙碌不堪的人打电话 长话连篇耽误人家的工作 却不知给人带来多大的损失 约好的时间迟到 或者突然访问没有预约的人家 也都是无理的行为 朋友临舍等人与人之间 见面交流的时候 也有该遵守的理解 不过或许有人会认为 若跟亲密无间的人 凡事讲究那么多 会不会反而觉得感情疏远了呢 夫妻之间也是同样如此 当然也许会有不分彼此的亲密关系 能够做到在凡事上 互相理解对方 尽管如此也很难百分之百理解对方的心 所以要考虑到这 会不会仅仅是自己的想法 越是关系亲密 越要在凡事上 接力顾及对方的立场 尤其越是时常在一起 或亲密无间的人 越要注意这些 不致向对方做出无力的举动 在亲密无间的朋友 或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 夫妻之间凡事都能理解 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 所以不会因此而闹到离婚的地步 不过若是常常对对方做出无力的行为 虽然刚开始能够理解或不计较 但时间长了 会影响对方的感情 也有可能会逐渐讨厌对方 或产生外表看不见的感情裂缝 所以夫妻之间绝不能这样 若从一开始 妻子就礼貌地对待丈夫 丈夫也礼貌地对待妻子 其家庭会时常幸福美满 如果只在公共场合讲究礼仪 那么这人就不过是在表面上的装饰而已 越是尽尽越要爱惜 关怀对方才是 然而有多少因说话可无遮拦 或者随意相待而伤害对方的情况发生呢 因对家人或知己如此无理行事 导致相互关系还不如陌生人 虽然有的人说我们关系非常的要好 不过那感情要保持多久呢 也有因对方自己比自己年纪小或地位低 所以无理相待的情况 要么说话不尽 要么藐视对方 要有命 带有命令的口气 使对方感到不愉快 听说有机关长也有命令 和指使机关会员们 在聚会时使用命令的口气说 泡杯咖啡过来拿瓶饮料 尽管如此 机关会员也不会因泡咖啡 拿瓶饮料等事就产生不快的情绪 或许彼此很熟 所以会命令使唤对方 然而对待机关会员时 不命令不支持 反而彬彬有礼地对待每一个人 那么这人便是可以尽灵的器皿 否则 进入灵你是绝不可能的 因为是知己夫妻或本机关会员 所以就不用礼数对待对方 那么这人只能停留在肉里 根本无法禁灵 若要禁灵就必须要把该离器的离器 有错的就要改正过来 这样才能拥有真正良善的心 造就灵心才可以进入灵力 若不把这些医改正过来 就无法禁灵 尤其是教会的主仆和义工 不能因为自己是管理灵魂的头羊 就随意说粗俗的言语 或者命令指使他人 在立位纪十九章三十二节说 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 也要尊敬老人 又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然而如今很难看到 有人真心服侍 像自己的父母 老师或年长者 这样理所当然要服侍的人 或许有人会说 时代变了没办法 不过神的旨意是 人与人之间也要遵守礼节 也要遵守属世的法则与秩序 不对他人做出失礼的事 不管岁月再怎么流失 真理是永不改变的 并且该遵守的礼仪 礼节也还是要遵守 这也是不变的真理 例如在公共场所吵闹 吸烟或随地涂毯 违反交通规则 这是对很多人无理的行为 我们是作为神儿女 生活在这地上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记载着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造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就是大家所行的好行为和善举 就等于是将荣耀归于大能的神 当得到众人的认可 得人称赞说 他因为出席教会信神的缘故 变得如此圣洁善良 时常行善 这不就是在荣耀神吗 希望大家都能度过 给所有人带来感动的生活 奉主圣明 祝愿大家 下面讲结论 现在各位圣徒们 大部分人每一天都会遇见 很多人一起对话 吃饭 工作等 与他人接触大部分的时间 故此见面礼仪 谈话礼仪 餐桌礼仪等 在任何世上都有很多该遵守的礼仪 但是每个人的学问和知识都不相同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也 又不尽相同 那么要以什么为基准 遵守礼仪呢 那标准就是在大家心目中的爱的律法 再次爱的律法 就是指本为爱之神的律法 就是说神的道 越是成全 在大家心中并遵及而行 便能具备我们主耶稣的教养 就会不做失礼的事 爱之律法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关怀 对他人做出无理的行为 终究是因不关怀对方 就是没有爱的缘故 因此若真正爱对方 就会时常关怀对方 不会做无理的行为 若在大家心中全然成就这份属灵的爱 就会完全遵行爱的律法 希望大家迅速成就这完全的爱 在地如天 无论对待任何灵魂 都像对待主一样 忠心服侍对方 从而将来在天国成为被一副神和众天使 以及所有人都视为宗贵的人 奉主圣宁 祝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